这节课继续夹子拉音 那么上节课有点错误啊 这个是耕尘性似白蜡筋 不是柴砖筋 柴砖筋是耕虚性似性害 是相对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 咱们这个不好记啊 建议大家还是强记 回头再跟大家说这个掌绝吧 这个柱绝它不太好记 因为这个你搞不懂 什么叫海中筋 这个什么什么 所以理解啊 到现在还是个千古生命 那么这个筋生了火 筋怎么生火呢 那音里面就是这个顺序 和红犯五行 天一生水 第六成之 第二生火 天三生木 它这个顺序 水火木心土 大家在一些名著上 也有按这个顺序的 也有金木水火土 也有 不是没有 经典上也有 那么这个 所以说运用的时候啊 我们当然以传统的 木活土均水为主 但是有的时候就要这样用 那么纳因就很特别 你看甲子 一个木一个水 它就成了海中筋 怎么化学反应呢 那么咱们再探索 这个到了火之后 物质极丑 那么继续 这个申子陈呢 记得 下一个一定是到申 跟有 跟四有丑 那么在下 就是到陈跟四 你看这个 是天干退一位 到这儿 继续退一位 那么到这儿 就是 丙丁 然后 又变了 这个 甲 乙 到这是一个 大的循环 一个小的循环 那么 加这也是负能火 这个是山下火 都是火 那么继续 我们这个火完了 是什么了呢 然后 再退位 看到这才是 123 456 才6个 一共60个 咱们只是 简单的把这个 规律说出来 那么 就是 随口念 甲后面 又是人 人呢 就到了 这个 人子鬼丑 就变了墨 人子鬼丑 丧托墨 还有一些别的叫法 我们 等一下 在后面再说 那么 人鬼 完了以后 这个子丑完了 又到深游 这个就是 退一位 这个子丑完了 是到深游 更深信游 然后 吴臣祭祀 大雷木 然后又到了子 就这个深游 陈呢 到了子 变成冰子 丁丑 冰子丁丑 变成了水 就是说这个木五行 下面一个是水 就是金生火 生木 生水 最后一个是土 然后 回来 变成金 是不是全了呢 还没有 这个 大家数下来 三十个 那么还有一个 怎么办呢 有新的同学 会注意啊 这个 甲午 一位 这个 银吾虚 跟这个 亥某位 还没有说 这个三合 一个是水 另一个是金 这个是火 这个木 这个三合 没说 那么 加五一位呢 跟这个 家子一筹 是相对的 这个是 沙中金 所以说 也是金 它这个顺序 也是一样的 不信你去看一下 这个 五完了呢 它一定是到这个银 然后再退一位 甲乙 秉丁 物济 更新 人 鬼 人鬼 退一位 那么还是